美国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连续几天位居全球榜首 目前更是直逼19万大关 死亡病例也已经突破了4000宗 远远超越了中国的3000多宗 那这无疑是给了美国这个世界的经济火车头重重的一击 不过美国现阶段的疫情恐怕还没见顶 以美国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西博士为首的白宫防疫专家团 昨天就在一场跟特朗普同台的记者会上指出 经过他们的推算 美国人接下来的日子 就算是严格遵守社交隔离指令 做足了防疫措施 国内的死亡人数估计最高会达到24万人 而死亡人数也会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达到顶峰 掩盖国内死亡人数将比早前预期的来得更高 在同一场记者会上的特朗普 他也坦言 美国未来两个星期将会惨如地狱 而且还重复的说 这会是非常坏的两三个星期 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 同时特朗普他也松口承认 新冠肺炎比普通的流感更加的凶残 他引述了他身边朋友的经历 用更接地气的方式 苦口婆心的 向美国人来讲述新冠肺炎 非一般的杀伤力 新冠肺炎不是普通流感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一反常态的引述自身所见 向媒体说 新冠肺炎对美国带来的巨大威胁 也借此警惕各界 不要再掉以轻心了 作为美国第一号人物 疫情失控带来的排山倒海的压力 让特朗普不再像西日那样乐观 反而是语气低沉 要美国人为接下来的高峰期做好准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美国的医疗资源一度告急 特朗普坦言 美国工厂正在赶工生产好几百万个口罩 不过这些口罩是要拿给医护人员用的 他还甚至建议美国人 把那些已经少得可怜的口罩资源 留给医护人员吧 民众可以用围巾来作为替代品 疫情当前 最狂人总统依旧不改他语出惊人的本色 不过 如何妥当处理这波疫情 肯定将左右特朗普在年尾寻求连任总统的胸算 都似乎 investments 谢出乎可以用围巾教学� Candy